歐皮混沌 前面的規模 Hello大家,我是黑丸 我是詩,我們今天會去茶灣公園 musi1900 你是單車貼的來 你便要走這個天橋 才可以到茶灣公園 我們有電梯和樓梯 你們可以選擇 有些烏龜是在那裡 有些烏龜是在那裡 有些烏龜在那裡 有些魚 有些人 我們現在去銅鑽山了 其實我是爺華 去銅鑽山 烤蛋 有些烤蛋 有些烤蛋 好 我們下去了 這裡有個大橋 哎呀 兩個在這裡不純分啊 快去魚 嗨 這裏也有一個小式布 還有有洗手間 這裡就是籃球 那是頂網球 媽媽整天都是憂人 整天都憂人 整天都憂人 不知道為什麼 走出來就憂人 死了 憂人一個爛了 被人踩餅了 阿肥很害怕 這邊就少一點 緩跑 好 那我們就去地鐵站 台灣工廠村大廈的情況 活化過程 後面其實也有很多舊的東西給大家看 每一個位置都有介紹 填海的工程 衛山以前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船 這裡全部都是海 即是這裡嗎 是啊 即是這裡 這裡的地方有哪裏你認得出呢 爸爸第一眼就認得出 爸爸以前的那間中風 我猜是這個 我猜是這個 哪裏 不是 爸爸一眼就出我以前讀的中學 這裡 沒錯 就是這裡 現在這裡就是柴灣公園 這裡是港島線通車 我們走這一邊 對面就是新鎚商場 即是地鐵站 一出商場 如果我們搭地鐵的話 不在剛才C出口出 其實是可以在B出口 直落就會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馬路就會來到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這裡寫著羅屋民族館 洗手間都配合了這個傳統 我們已經到了龍龍民族館 只是可以拍照 我們會拍照給你們的 一日到門口 摸獨平面圖 現在我們下去了 下去很多很多介紹 介紹柴灣的歷史 還有羅屋的歷史 羅屋是法定 古籍的村屋 原屋主聖羅 所以叫做羅屋 出面多漂亮 這個是羅屋的特色 還有這棵柴灣的古樹 這間屋很多特色 一進到去是天井 大門是唯一的出入口 來參觀要注意 政廳供奉有 祖先的神偉 是全屋的核心 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這個是雕花雞籠 到了睡覺的地方 這個是竹籤 還有BB車 這裡是廚房 有些做餅的東西 這些是客家的特產 是儲物沙 這間是工作沙 放了不同的工作工具 好可愛 好搞笑 和媽媽一起拍照 我們現在看完羅屋 和台灣公園 所以再見 拜拜 下次見 下次見 記得訂閱我們 好好玩 拜拜